OK 继续往下讲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子 然后比如说我有这么一个空间 这个有一个名字 但是我一直都不会读 就这个东西 就这黑色的这个就表示 它的这个几何 然后一般在讲的时候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是我来估计派 然后那个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的例子 然后所以在这里也不讲了 然后这一个集合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就是对于一个人 然后我的初始是零 然后这个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然后我Zn加1就是等于这个Zn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C 然后这个C是属于这个 这个集合 然后这个BBD它是一种bund 然后这个其实扯得有点远 就大概一个定义就知道 它是一个迭代的 然后初始是零 就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就是 Fibonacci数列的这种变形 这种就就好了 然后在下面就是来做的时候 这个地方牵扯到很多数学上面的东西 其实也不算数学吧 就是牵扯到一些测度论的东西 就是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在概率空 就是概率的话 从一开始概率论的那个定义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但是在测度论里面 有一种就是更为详细 更为就是普世性更高的这种定义 就是概率空间的这种定义 然后来判断概率空间的这种测度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空间 这一个集合它其实是这个 勒贝格可测的 就是不扯了 就是这个M它其实表示的是这个 它的这个测度 测度论里面的这个符号 就是看过十遍的话 应该都有印象 然后来求它的概率 就不管它的那个测度论的信息 就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我求这个集合的这个概率 然后假设说我一个S的这个空间 然后我的S的这个空间 定义的就是这个2乘2的这个矩阵 假如说某一点是它的那个原点 假如说是在这 然后这旁边可能还会出来 这样一个正方形的矩阵里面 然后求我一个点 属于是这个集合的一个概率 然后那这个概率其实就很好 就是我的这个阴影部分的 这个黑色的这一部分的面积 然后除以我总共的面积 然后总共的面积 这个其实是很好算的嘛 就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呢它的就是16 然后来求这个的时候 就这个出来 其实就是我X 属于A的概率 然后A就是这个表示这个集合 然后我的这个集合呢 同时又是属于我的这个S的这个空间内的 然后这个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四星函数这种的 然后我的这个X它是服从这种正态分布的 不是 那个均匀分布的 然后就是我在二乘二的这个矩阵里面 随机的去取点 然后那么我这个MA的这个估计值 根据这个式子 然后以及蒙特卡罗的那个方法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是这样 后面的这个其实是它的这个均值 然后前面是MS推导一下就得到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XI也是这个正态分布 这样的一种估计方式 然后再介绍完 就是蒙特卡罗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Important Sampling 它其实 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真的这种sampling的技术 它其实是这个蒙特卡罗方法的一个变形 就是这个跟后面提到的那两种方法 是有区别的 不是一个东西 虽然说大家都在用它 但是本质上面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用这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还是PowinB 概率论里面总绕不过去的一个东西 就是PowinB 就假如说我有两个分布 然后我这个是一个Fair的一个 就是我PowinB 然后对 骰子吧 这个地方骰子 六个面 我每一个面 都是以这种六分之一的概率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Fair的这么一个分布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分布 这个是一个有片的 然后我可能抛出来一二的时候 是概率比较高 然后拍出来这种大的会比较小 这么一个片子 分布 然后这两个分布的定义 然后定义成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GX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FX 分别对应这个分布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 如果你要 需要转一下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是 试行函数的这种形式 然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为了跟前面的去做一下这种对应 比如说我这个Fair的时候表示我的这个 PX 然后我这个GX代表我的QX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也是实际当中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来获取PX的这个分布比较困难 那么我有没有一种办法 我使用另外一个分布来 近似这个PX 然后我们来算一下它的这个期望 对于这个公平的这个分布来说 我的期望其实就等于我的每一个X的取值 然后乘以我对应的这个概率 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一个 二分之七 然后对于我这个偏差的时候 我同样来这么计算 然后最后得到的是一个1.9 然后这个是约等于是 就是以这种N分之一的XI 属于G这个分布的求和 然后再取平均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那我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变换 就首先对于G这个分布来说 我除一个FX 然后再乘一个FX 这个式子跟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把它 把后面的这个FX当成是它的那个概率分布 前面的这一部分当成是X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地方 这个式子 就是是对我XGX除以FX的这个期望 然后这个期望是对FX属于FX这个分布 也就X属于P这个分布取得期望 嗯 然后这个再写展开的话 就是它的近似可以写成N分之一 Sigma求和对这个XI乘以GXI除以FXI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些后续的信息 刚才那个还没有完 只是一半 然后先看一下这个抽样的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两个就是之前提到的 一个是Fir的 一个是Bias的 然后通过这个概率 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Bias 然后是Fir的多少倍 比如说在取一的时候是它的三倍 二的时候是1.5倍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下来 然后对它进行采样 其实会发现 然后对于有偏的这个 它主要会集中在这个属于一和二的时候 然后 对于公平的这种情况 它的这个均值就是在最后的话 它会趋向于之前计算的这种 也就二分之七的这个部分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都会有一些波动 然后但是随着我的这个 N的这个波动 N的这个增大 N的这个增大 然后我 样本的这个均值 跟我估计出来的这个也 相差不是太多 这其实 这两个图也可以说明 就是我大数定律的这个 一些信息 然后 也就说 频率学派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我在计算概率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条件假设就是当我样本足够大的时候 我的频率可以近似为是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概率 这种情况 然后还是刚才的那个式子 就是我们把 这个地方 把它看成是一个权重 就这个权重 然后来乘以我的这个FX 然后这个权重其实也就是说 在看Important Sampling提到的它的这个Important Wate 然后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一个离散的例子 然后对于连连续的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一个 变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是以这种的形式 我GX是一个HX除以Z的一个 一个东西 一个分布 这个其实很像Soft Max 然后Z是它的这个归项 然后我们来计算它的这个 期望 然后依次写开 到这里 然后再把它展开 然后乘以一个FX 除以一个FX 然后这个的近似 其实就是出来的是 Z分之一乘以N分之一 里面是X乘以HX除以FX 这个跟之前的一样 就只不过是多了个Z跟这个FX HX是不一样的 然后Z这个地方怎么解决 首先Z它求和的话 它的概率是为1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trick 然后我1的期望还是1本身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一部分 是一个等价的 然后后面这个就可以把 对 因为这个它首先它是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概率分布 然后我对X求和 也是为1的 就是这么过来跟这么过来 都是等价的 然后我们再来推导一下Z 然后我Z就可以进行一个变形 因为这个地方 除以Z Z跟X是 是没有关系的 我Sum的时候 是不会管它的 就是一个 这个是公分母 就是其实是 上面的这一分子的这一部分 进行Sum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了之后 移到这个等式的左端 然后就会得到下面的这个式子 ZX是等于HX的Sigma X求和 对 跟这个定义其实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把它 然后再写一下 就写成HX除以FX 再乘以FX 这种形式 然后它的近似 这个东西 就是跟前面这一页 看到的这个 是很像的 对吧 就是我一个 东西乘以另一个东西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 这种期望的形式 然后 这个地方 就是 其实是对FX 这个求期望 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这个 把这个挪出来 来对这个取近四 然后就可以把它约等于是 N分之一 FXI HXI 的Sigma求和 然后这个地方 Z其实就相当于 Z的这个估计量 它其实就是这个 WIT 然后我的这个WIT 然后 就可以把它 变一下形 还原一下原来的式子 然后就可以写成 这个部分也是 一个WIT 然后前面是X 然后 Z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WIT 就相当于是我XI 乘以一个WIT 然后除以一个WIT 然后原来的这个期望 就可以写成这种的形式 就这个涉及到很多数学 上面的证明 就是也可以不太关注 就是主要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我是通过一个Q一个分布 然后来代替我的这个X 就P这个分布 就当我这个P的这个分布 很难去GET 获取到它信息的时候 我用Q 我用一个新的分布 来进行代替 然后代替这中间产生了一个 附加的这个产物 就是我的这个 重要性的这个权重 然后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副采样 其实副采样在那个 Word2Vector里面都讲过 就大概的过程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然后去抽取一区 一批那个训练样本 然后在训练样本的时候 我 对于Skipgram来说 对Skipgram来说 就是我用一个中心词 然后来预测 它的上下文的这个词 上下文 Center 这个也是C 文V来表示吧 就是来预测其他词的这个概率 求的是这么一个概率 然后它可以写成是 ExP 乘以WC的概率 然后在底下再出于Z这项 因为这个Z 其实相当于是要过 整个的词表 就假如说你的这个VocabularySize 是等于50K的话 也就5万个词的话 那你这个计算量是非常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做了这么一个 Trak 就是我首先我的这个 Central的这个词是 它的 它是正样本 然后我在从随机的这个 V-1里面 然后去抽出来一批 Y等于0的样本 然后结合这两部分 然后来进行这个Z的估计 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估计的 在抽的这个概率 作者他做了一个Trak 就是他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平滑 就是四分之三的这个平滑 就为什么是这个 可能是实验效果吧 然后一些细节的这 这一块我也不太清楚 嗯 然后加了这个平滑的话 就是他不在抽取出来的这个 他不光只会关注于这种高频词 他会对这种低频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会对这个低频词 也会有一些修正 就你抽出来的不一定 只是这种频率高的词 然后但是为什么是四分之三 这个可能是实验效果 就具体的不太清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egative sampling跟NCE 其实从这个 就是如果假如你对NCE 有一丢丢了解的话 就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会发现 negative sampling跟NCE NCE是有关系的 性质上面是非常像的 性质上面是非常像的 就goodfollow 他本人然后也有一篇paper 然后是来对比NCE跟GAN的 他们的这个区别 就包括在提出GAN的 Paper里面也涉及到一部分的 这两个模型的一个对比 然后但不是很详细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做的就是这种概率参数的一个估计 就是我假如说我关于Y 然后我的分布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期望从这个当中抽取出来的一批data 然后来做这个近似的估计 然后如果说我的这个关于Theta的这个分布 是这种正态分布的话 然后呢我其实很好做 直达自然估计的这种方法 我可以很快地求出来 它的样本菌质跟样本方差 然后这个还是无偏的 对但是对于类似像 V2act的这种方式 然后就会很困难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啊 写成积分的形式 就稍微好看一点 但其实跟那个Sigma球和的 离散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Z是对于我整个这个分布 关于Y的这个分布 以及这其中有一个参数Theta 然后对它来取积分 然后取积分的话也只是对Y取积分 然后呢我 这个分布里面的这个Y会消掉 但是我的这个Theta还在这里 这种情况下就很尴尬 就是你这个部分 通过这个计算出来的时候是 是会多一个参数的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Soft Max的一个比较就是 Word2act的Soft Max跟一般的这个Soft Max的这个区别 在比如说在逻辑回归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 然后它用到的是Sigma的这个函数 然后如果假如说我想把逻辑回归这个方法变成多分类的话 那我需要用到的是Soft Max的这个函数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做的其实跟Sigma的是一样的 我X然后我乘以我的这个Theta这个参数 然后来进行Soft Max的这个这个计算 然后这个取决于你的这个 类别的这个个数 就是你Class的这个个数 比如说你D类的这个概率跟DK类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对任意进来的一个样本来说 然后呢我这个Theta就分别对应 是你是这个举证的 其实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你的那个航向量吧 这每一个它其实都可以再展开 然后对于我进来的这个数据 然后分别跟它相乘 然后我就会得到下面的 就是有Theta跟我的这个X 我就可以计算出来对应的这个概率 然后我的有的概率高 有的概率低 然后通过这个概率 然后再去进行判断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然后但是对于word2act 它跟这个有一丢丢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W乘一个C 这个C就是之前上一页写的那个式子 就是如果在Skipgram里面 就是中心词跟它的上下文的context 这个相似度的一个关系 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Red窗口取1的话 就跟Shirt跟Z 计算它们之间的那个相似度量 然后去进行预测吧 然后再就后续的就是那个计算Loss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WC跟原来的这个情况里面的X跟C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意义上面也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它首先它都是词 然后这个地方的N 它表示的是你的这个词表的这个大小 然后你的这个词表的大小如果很大 那就会很痛苦 就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最早提出来的 用深度学习来做的 Bongio的Neural Network Language Model 它那个tune的话 就它那个其实已经很快了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来tune 还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然后World2Act这种方法出来了之后 就是速度提升了很高 就这个 在当时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以这种速度为主 是不是的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